代表安天下 习近平不用等7月28日等不及 等不及的意思就是中国的经济 尤其债务违约债务危机地方债 已经直接摧毁了整个中国人的信心 传闻就是说7月28日 由习主席正式公布救市大招 因为过去两年里面基本上做什么都 一些涟漪都不起 但是今早早上最劲爆的消息 就是大型国有银行 当然所谓的大型国有银行 就是说中国银行 招商银行好像是什么 建设银行 农行 你们全部都赤膊上阵 提供一个超大型的长期贷款 给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 因为四年不用还息还本可以延长到25年 就是说你要借我就给你 而有银行 银行当然不会这么做 明明就是一个炸弹 你由头到尾因为你没有钱还 然后你再借 然后免利息 然后还要无限25年 你是可以的你也可以啦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连利息都还不起 但是当然对于习近平来说 一出这个绝招 嗯 起码有钱到先 这件事拖了四年 四年之后呢 今时今日 你借了钱给他 不代表他有钱用 而是最重要的 就是新债 遇旧债 你给我借一百亿 但是你之前借我一百亿 你没有钱还 那我借一百亿给你 然后你又再还给我 但是你本身都是入不敷之 就是由早到晚 借借到日 给你借些剩下多少 自己洗着 然后又再来 但是今天一样 那我问你了 四年之后还利息的时候 哪里来 还本金哪里来 就是你的钱 只不过指导地方债的一时 但是对根本条件 是没有帮助 中国的经济已经烂到入心 是这样的话 银行不得不借 但是如果收不回的 那怎么样 那就是烂尾 那坏仗 坏仗去到哪个地步 现在中国的 所谓的城投债六十五亿 地方债 连上隐胜债百多万亿 这些钱 到最后银行会不会出事 因为这个不是经济问题 经济问题就是 你计过你有没有还款能力 你究竟 我盘烂的了 你有钱就来 习近平当日很大声 自己的孩子 自己抱 你自己欠人钱 你自己想好它 结果 人家不客气 因为中央银行出手 一出手 是否能够救 以债养债的方式 即使你给他摊墙 最重要的 就是你起码有东西 找到钱 而更重要的 现在中国的房地产 牵涉百多万亿 陆续这样 倒闭的倒闭 爛尾的爛尾 过去两年的房地产 基本上 就没有一间可以走得了 这两百多万亿 我想问你 你印银子 你说国有企业 国有银行 大型的 不停地帮 你有多少在手 过去 短短不够一年 发债 所谓的叫做 货币超发 四万三千亿 已经得人害怕 今时今日 还是一个无抵动 习近平 已经出尽最后一个绝招 就是说 扔下去 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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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当你越扔钱 那些钱 越会隐形 尤其因为这样 是不需要审核的 就是说 国有银行 你借啊 就是 中国共产党做担保 就是不管你盘数 多难我都借 那好了 那我借多一点 跟着中饱私囊 跟着拿钱 移民 是不是那个方法 比较好些呢 想不到 想了这么久 这条路 真是想象不到 今时今日 还未真正公布 我不希望是事实 如果你真的可以的话 不如这样 你把钱 抠起它 直接这样 给业主 补助他们 补助人民 发多少钱 刺激他们 可以顶得住 消费信心 让他们觉得有保障 而不是再丢到 这些 毛底洞 身边 只要人民 有信心 他有事做 他必 创造到消费的话 这些问题 即使难 都难不到入心 但是你这样做 你救地方债 以债量债 到最后发盘 给你 最后连利息 都给不起 你根本上 对经济是没有帮助 而人民的绝望 依然继续 当然了 在习近平本素宝 这些真是无关痛痒 但是 你救的 所谓的地方政府 即是自己人 而这些人 从来才是腐败 和大花童核心 过去为了追逐GDP 大量汽铁公鸡 即是所谓基建 他们不试生产 跟着在那里 从中获利 将中国人民的血干钱 贪到一干二净 跟着变成了债务 今时今日 你再保钱下去 未知又是一样 那些钱 起的作用很低 但是 越来越见到地方政府 就说我今天我这样 你都要救 那明天呢 明天 没得还 我再烫平 我没钱还 就烫平 要钱 就麻烦找习近平 说完 所有的根源 源于就是 外资撤走 而最重要的是 人民绝望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 Like 追踪 订阅 科金 看广告 可以说加入会员 和Patreon 代表电脑 需要大家的支持 拜拜